清乾隆四十七年,西元一七八二年,广真燕窝前身广州许一和堂成立。 许氏家族开机组许拜廷,是清代广州四大盐商之首,以范盐致富。 特别是第三代子孙许应葵,于清朝担任礼部尚书一职时, 将其家族中所制造销售的广真燕窝,进程给慈禧太后食用之后, 因崭型大且调理完美,加上细密滑嫩的蛋白清香, 因此大获慈禧太后的喜爱,成为慈禧太后每日必备食用的美颜食品, 更荣获慈禧太后四封号天津一品燕。 因此,广真燕窝也成为晚清中国燕窝的第一品牌, 历经了七代子孙的急急盈盈, 而今,第八代传人许慧兰,秉持家族一训, 正值忠厚,勤勉实在的祖训, 许一和堂广真燕窝坚持着货真价实, 品质第一,遵循古法,加生为上的信念, 立志于推广晚清燕窝第一品牌的不凡口感与实在品质, 并进而认知许一和堂广真燕窝230年的历史与不衰的秘密。